三国时期 魏武两国都发生了不少政变 比如曹魏有著名的高平民政变 吴国在孙权死后不久 就因继承人问题发生多次变乱 直至老将丁凤出面后才基本稳定 但是蜀汉政权似乎非常平静 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动乱 是蜀汉政权内部京城团结 还是流产之国有方 显然都不是 那是为什么呢 蜀汉的皇位继承比较顺利 蜀汉一共只有两位皇帝 除了开国之军刘备 就是著名的流产 相较于曹魏 从曹操开始算一共六代皇帝 东吴泽历经四代君主 历代皇位交接时期 都是容易引发动乱或政变的 尤其是短时期内连续发生皇位交接 容易使得新军年幼 能力和威信不足 更容易出现全臣篡权而引发动乱 回过来看 整个蜀汉历史上这种权力交接只有一次 就是公元223年 刘备死后由太子流产继位 这次交接就是著名的白帝城托姑 刘备在临死前进行安排好了政治布局 并托付有足够威望和能力的诸葛亮辅证 加上长子刘缠当时已经17岁 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已经待了4年 因此这次交接没有发生什么动乱 蜀汉内部虽有争斗 但总体较为平稳封建王朝内部动乱的常见原因 除了皇位交接时的不稳定因素之外 往往还有主若陈强造成的权臣篡位 或者大臣之间的派系斗争等等 比如曹魏的高平民政变 就是司马家族和曹魏宗氏的权力之争 而东吴在孙权死后历经多位权臣 同时这些权臣也互相争斗 导致国家内乱 而蜀汉这一方面又相对比较平静 他们内部虽然也有派系争斗 但是总体的权力结构是平稳的 直到灭亡前夕才开始出现内乱迹象 但是也没有酿成他的血腥动乱 不过很快蜀汉也灭亡了 刘备入蜀后 他的政权内部也是有派系之争的 虽然刘备的至高地位无可争议 但是毕竟刘备等人是外来势力 所以必然与原先在蜀地的旧有势力有利益冲突 史学界有人认为 蜀汉当时是三派势力 一派是刘备带来的嫡系 即和他东征西淘打天下 再到荆州暂时落脚 最后入川奠定根基的嫡系人马 通常称之为荆州派 第二派是刘备入川前 占领和统治四川的刘章的势力 通常称之为东州派 第三派是一州原来本地的豪强 通常称之为一州派 刘备入蜀正是得益于东州派和一州派的争斗 因此入蜀之后 即联合引他入蜀的东州派压制 一州派来稳定蜀汉政权 并使之成为国策 公元223年 刘备去世 刘禅登基 但是临死前他安排诸葛亮辅政 李延复之 也是以嫡系荆州派为主 联合东州派 对李延共同稳定自己死后的蜀汉政局 加上彭统 法政 关羽等人都已先后死去 诸葛亮在蜀汉的地位和声望无人可及 因而蜀汉的政局 基本按照刘备白帝承托孤的布局稳定下来 此后蜀汉进入诸葛亮实际执政的时期 但是同受顾命的李延 却跳出来惹事 但是他不敢于公开对抗诸葛亮 只是耍一些小手段 为自己争取利益 最终在公元231年 因为耽误了诸葛亮的北伐大计 被诸葛亮弹劾敏观为民 并流放外地 但是这次的所谓争斗 根本没有掀起什么大的风浪 诸葛亮仍然稳稳地把控蜀汉的政局 公元234年 诸葛亮病逝 他死前已经为蜀汉和流产安排好了政治布局 由蒋婉执长蜀汉朝政 同时未言这样的名将已死 军队中没有可以威胁蜀汉和蒋婉执政的人物 蜀军中最优秀的将领将为自立上卿 因而能够听命于蒋婉 而蒋婉也已中蒋婉 一直到公元246年蒋婉病逝之前 蜀国的政局得益于蒋婉和蒋婉两人的合作比较稳定 公元246年蒋婉死后 费一接掌蜀国朝政 这一时期 蜀国政局开始出现不稳定因素 费一一心改变诸葛亮执政以来的进攻性策略 转而开始实行修养生息政策 这引起姜维的不满 姜维每次享用兵西枪等地都被费一阻挠 这一阶段是最有可能爆发政变的时期 但是公元253年 费一被人刺杀身亡 内乱危机自动解除了 费一死后 姜维自动成为蜀汉的最高军事领导 他开始按自己的意志继续北伐 此时蜀汉政权没有再出现全臣执掌朝政 而是官僚集团共治的局面 同时宦官黄浩开始干预朝政 但他并不是后期那种控制朝政的权换 只能算是任性宦官罢了 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 一直到蜀汉灭亡前夕 姜维与黄浩的矛盾爆发 在尚书流禅要求处死黄浩失败后 姜维选择了屯田达中避祸的方式 来应对政治危机 但是黄浩也不敢向公开发难发难 蜀汉虽然出现明显的内外不和 但是毕竟还是没有爆发剧烈的血腥政变 此后不久 蜀汉被魏国灭亡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 蜀汉历史上历经多次权力交接 几乎都异常地顺利 没有出现曹魏和东吴那种血腥政变 来实现前臣之间的权力交接 这种顺利与刘备和诸葛亮的政治布局是分不开的 他们在蜀汉的极高影响力 加上深远的政治 不仅使得蜀汉的权力交接 都还比较顺利 同样的我们不能忘记还有一个 第三人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那就是扶不起的阿斗刘缠 关键第三人 刘缠不管前任君主的安排如何 也不管这些权臣是否忠心辅佐新军 我们都不能忽视 新军在这种权力游戏中的地位和作用 因为他的选择是极有可能打破平衡的 蜀汉历史上可以说 大多数时间是前臣执政 这种本来很危险的局面 一直以来没有引发动乱 刘缠的确功不可没 223年到234年 诸葛亮主政期间 刘缠年纪还小 加上诸葛亮的能力和声望 刘缠将国家大小事物 全部交由诸葛亮处理 234年到246年 讲晚执政期间 已经30岁左右的刘缠依然放权 246年到253年 费夷执政期间 步入40岁的刘缠依然放权 253年到263年 蜀国灭亡这段时间 快50岁的刘缠依然放权将为主持军事 内政因为没有能力特别突出的大臣 采取的是一种群臣共治的方式 但是刘缠的存在感依旧不是很高 由此来看 刘缠年少登基 在位时间长 但对权臣执政 他采取的是安心放权的方式 不与这些权臣争权 也不刷自己的存在感 甚至都没有防范或害怕这些权臣篡权的想法 连安排人员分化权力的想法都没有 不知道是他看人太准还是真的没心没肺 但是我们从结果上来看 这些权臣还真的都没有篡权的打算 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这种卫军之党 还真的促成了蜀汉历史上没有出现血腥政变 字幕志愿者 权